我們剛剛看到一些在印度 或者是在巴基斯坦 一些動用這個可怕的 處決私刑的事情 你說你今天一個女人的名譽 不乾淨 女人被處死也就算了 連作弊都要大陣仗來處理 那個在印度他們考試 作弊這個是乘風 為什麼 你去看那個三撒大法 把來屋裡面比如說橋段 去偷考卷對不對 其實這個也反映出他們 當地教育制度 他們走的是英國制 所以他們會有這種 所謂升級考 比如說我高中二年級 我要升三年級 我會有考試 剛好就是在上個禮拜六日 也是他們算是升級考的 一個大日子 在印度有一個比哈爾邦 這個邦就有30萬個考生 要來就是升級 要能夠順利的 能夠再晉升一級 OK 結果這時候 你知道這個全邦升級高 高中升級大會考 他出動了 警方出動非常大的陣仗 第一個他出動了狼犬 狼犬 他出動直升機 然後出動非常多的 就是保安警察 為什麼呢 是因為 總統來了嗎 要防止考生作弊 因為整個考試作弊 是他們全國的 家長跟學生的全民運動 怎麼說 一般作弊不就是可能 偷偷看同學看一下 這個算是比較輕微的 這是最遜的 對 最遜的 有的是家長有錢的 他會請槍手 槍手大概一般行情多少 大概是一萬五千美金 一萬五千美金 剛剛不是說什麼挖大便賺 那種一分錢的 對 沒有錯 所以他們有錢人的家長 他們會願意花大錢 就是讓小孩子能夠升等 甚至還有那個家長呢 是用空中直升機 直接在爬的時候 空中直升機直接下來了 用垂掉的 對 然後把他再拉上去 然後把他就是 就是 身邊有警察呢 穿著衣服這樣整個垂上下來 然後把他趕走 那他的境況非常誇張 可是呢 只要一千六百個人 被趕走對不對 結果發生了大規模的抗議 像去年就有大規模抗議 因為只把他嚴格 所以發動示威抗議 你不讓我作弊我就來抗議 對 這國家也挺特別的 而且呢還有什麼 還有人挾持地方的法官 跟他說呢 請他們下令呢 就是給有二三個已經被取消 考生資格的考生呢 恢復考試資格讓他們去考試 哪有這種事情呢 作弊最大 對 沒有錯 甚至當地還有一個大學 之前也發生過 期末考的時候 校方執法他也就引發 甚至要求政府 把考試作弊合法化 什麼國家 對 所以整個印度的這考試制度 已經整個走樣的非常非常奇怪 好 我們剛剛看到是印度 怎麼可能有考生去要求 作弊要合法化呢 但是在另外一個 國人很愛去的國家泰國 他們的作弊是怎麼回事 就沒有跟你講 以前我們有大學連招的時候 作弊也層出不窮 以前抓那個作弊新聞很多 我記得有一次一個很大的 大學連考有很大作弊 就是有人會在外面打密碼還什麼的 然後裡面幾個好朋友都聽得到 我忘記了那個 聽風者來了嗎 我忘記那個細節了 可是你就知道說 考試作弊是一定是的 對 但是哪個會講說 作弊要合法化 哪有這種事情 我們看曼谷 就給大家看這張照片 你這什麼一看 是不是嚇一跳 你看這個畫面 一看 是不是說好像是什麼商禮在舉行 對啊 怎麼這麼多人在奔商 結果不是 這原來是曼谷農業大學的一個考場 他們是怎麼樣呢 這個老師也很好玩 因為這個教室很小 那考生呢 一排一排的考生 他們作答的時候 很容易走故又看到別人答案 尤其選擇題的時候 選第幾格就看得到了 這個老師又發明出一個方法 讓每個學生戴一個頭套 就是把你這邊遮住你的視線這樣 他是用兩張A4的紙 這個頭套上面兩邊都有魔鬼沾 一沾上去兩張紙 所以你這兩邊視線 全部看不到左右 你就不要想誰要偷瞄 對 所以整個來講是一個這樣一個畫面 像別人日本的網友就說 這好像就是上禮 而且日本網友說 是不是見到鬼了 黃仔也有我們的鬼片 人家說 你看這個是不是跟鬼的造型很像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各個國家 它防堵作弊方式層出不窮 這個真是很好笑的一裝 這真的是太好笑的照片 但是在大陸也是 當然也是有很多很多的這個 高等的考試 這個考那個考的 很多的家長什麼 因為很在乎他們一胎化 小孩就這麼一個 寶貝兒子 寶貝小孩 然後就帶到現場 還有直升機去停案那邊 還有爸爸媽媽什麼 搭帳篷 打地鋪陪他們的 對 五花八門 好 我現在要講大陸 這個在蘇州的一個科技大學 科技學院裡面 老師也用辦開放式的 這個開券式的 來跟大家講 你可以老師就講 你們我開放 你們每個人有個A4的紙 那個A4紙上面 不管A面 B面 你都可以寫一些 你認為的重點寫上去 然後我都OK 這個都不算作弊這樣 跟大家講 妙了 結果老師這個 辦開券式的這個指令一下之後 大家看 是怎麼回事 各位請看 這瘋了嗎 它居然像柯高板一樣 A4紙大家去想一下 然後滿滿的 它一張A4要寫這麼滿的這個功夫 大概書也變很熟了吧 它把那個考試可能會出的 它不會的 全部的寫上去 各位 萬言書 請問 你到時候看了 你要找答案還不好找 在哪個地方 結果後來呢 這個所謂第一涼善 老師看了 因為後來有學生就 就那個啊 抱怨 就講說這個根本就傷眼 傷手 又傷身 萬言抄下來也是很累 對啊 萬言抄完了 那我書其實也已經讀好了 對 眼睛都壞了嘛 然後真的 老師只能搖頭說 你們都不懂我利益亮善嗎 就我剛剛講的 不是這個重點好不好 好 除了這個以外呢 其實在大陸呢 作弊其實非常非常嚴重 尤其現在五六月 是大陸他們就業的一個旺季 不要不要考什麼 直考什麼什麼 很多 license的考試很多 好 這時候怎麼辦呢 其實很多人講 那我一考就過了嘛 就我應該需要有一點點方法 結果呢 他們就有幫忙 專門幫忙做的 所謂電子舞弊 OK 電子舞弊他們呢 其實價格很妙 有那五千多塊 到這個幾萬塊的 人民幣的這個收費都有 然後呢 他們呢 到底怎麼幫忙作弊呢 講簡單一點 他就會發給你一個橡皮擦 而且奇怪 橡皮擦怎麼作弊 我們剛剛講是A4紙 它是橡皮擦 就這樣小小一個 所以這是一個橡皮擦 對 橡皮擦 對 橡皮擦 他幹什麼呢 其實呢 他號稱呢 可以呢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而且可以逃過所有的 這個所謂警察的電子追蹤 不會抓到你舞弊 可是呢 他在呢 就是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可以告訴你呢 這一次考試的所有答案 而且95%是正確的 這麼強 95%的答案都抓到了 而且還抓不到 對 抓不到 可是跟大家講呢 日前呢 還是呢 被破獲了 所以警察還是很厲害 因為他們呢 追蹤器 後來追蹤不對 在考場的附近的那個Hotel 抓到這個集團了 那集團很猛 原來呢 他們呢 其實在考試前 先找到了這個所謂的 這個key man 跟他買了這個試題 然後解了題之後呢 在第一時間呢 就把這個答案呢 就傳輸在這個 我們看到的 這個小小的接收器上面 OK 然後呢 你就可以完全的照抄這樣 可是呢 你還是被抓到啦 對 可是這個在大陸 這是不是選擇題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然後他就告訴你是選第三 沒錯 95%那幾乎百發百中 對啊 所以在大陸怎麼樣去 剛剛麥克夫說 兩片這樣子 兩片葉子這樣遮住嗎 其實呢 在大陸他們為了 這個防作弊 這個好像進機場 怕你帶什麼有的沒有 對 先這個探射過後 然後大家 我看到這個畫面真的很好笑 我離這麼遠 我看你怎麼瞄我 我連那兩片都不要了 知道嗎 而且大太陽要邊插 好可憐喔 告訴你們 考試是公正的 二位 你們的國家 如果考試作弊抓到 不會拿石頭Case吧 不會啦 直接找你走 就不要再學了 你有作弊過嗎 我作弊 所以我們作弊的方式 都跟這些不一樣 因為我們那一代 是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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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的問號 問題是給所有的 發給所有的學校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 沒有Copy machine 所以用手這樣子轉轉轉轉 打油音機 打油音機 用那個 然後呢 所以那個老師需要幫忙 不幫忙啊什麼 所以我會抓幾個 學生來幫忙 所以那些學生 會看那些題目 偷偷會看那個問號 問號的時候 每一個問號是多少錢 我說 他都賣出去 賣考 你這個小體字 你懂我的意思嗎 可是我們在這邊印的時候 我說20個 因為我們那邊是不上100分 我們是1到20分 最高是20分的 所以最多是20個問題 你可以背得下來幾個 我們那時候 你說作弊嗎 對 作弊說五六個有吧 有五六個 因為你沒有辦法背起來那麼多 因為你有那個 那個考試的 然後你說這個距離 我們也是一樣 也這麼 你說在大廠場這樣子 隔得很遠的 我們那時候學校的左欄是這邊 假設這邊的你那邊 所以你那邊有做一個人 這邊才做一個人 我要怎麼樣才看得到 我們都沒有 所以我這個距離是 這個是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因為老師大部分的 住家 只是學校的附近 所以呢 這是榨長 就會去考 考榨長 榨長請客啊什麼 家長 家長 貴落老師 什麼 還是跟他比較有關係 什麼 有一些問題要讓我拿出來 好 世界上還有很多 奇奇怪怪的這個 風俗民情 比如說我們以前都聽過 比如說食人對不對 對 待會回來要食 獅 怎麼會跑去食 獅體呢 馬上回來